有很多人迷信 认为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一定是好政府 我说是迷信 没有事实根据 因为如果真的这样 英国所有民主国家里面 政府都是非常好的 但我们看到不是 有很多政府是早奸人命 比如在美国 现在已经有36万人以上死了 确诊数目超过2000万 英国也不是很多 他们通常借口是说 他们不当是民主 因为他们已经 如果民主制度那么好的话 是没有人可以将制度 产生这些不好的政府出来的 这样制度不好 因此才可以有人 利用制度 做一些对国民的坏事 这个就是制度的问题 当然没有制度是绝对好的 我也不相信 中国的制度就会永远都这么好 但起码目前来说 就挺好 这个就只可以了 因时制而我们不好的 就盲目的相信 制度一定可以肯定 使到一些政府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完全一定要看到底 在运行上的时候 实际如何 当然 中国有个地方叫台湾 这个地方上面 有民主选举 他们选了一个 总统出来 去年当选上任 现在 台湾人民可以吃到 有瘦肉精的猪肉 因为由2021年开始 他准许 美国含有 细状症的猪肉 输入台湾 当然了 细状症是一个 腺上激素 对一些 有 隐藏疾病的朋友来说 这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腺上激素 可以使心跳加速 或者使心衰竭 容易产生现象 又或者会引起大家 在睡眠方面有问题 等等 女儿不是一个医学的 讀医的人 所以我不认识的 我只是一些 网上资料 试试 对不对 也不知道 但是没有如何 就是 一般来说 在以前 台湾政府 自己本身 都是禁制 细状症 他自己 台湾的猪 不准 用细状症 来治养 但是现在 为了某些原因 就肯输 由美国输入 细状症 这个可以说 是危害 人民的健康 一个好的政府 会不会容许 一些 有问题的食品 流入自己国家的市场呢 我相信 大家的答案 都是一样 不应该 但是 这个是 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 它行的政策 又是否真的为人民服务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好了 所以在这里 我想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 制度 是永远可以改变的 不要将制度和程序 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 因为制度和程序都是人造出来的 不可以因为一些程序合适 或者不合适 你就觉得这件事 对不对 那件事对不对 跟程序是没关系的 有人就算是破坏了程序 但是它出于一些好的道德理由的话 其实我们都可以支持的 但是 一个完全合程序的行动呢 也都未必符合道德标准的 所以不要将程序和实际上的政策 是好还是不好 以及政策以有效无效 是混为一谈 我们当然希望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程序可以确保到社会的公平 在制造的程序的时候 我们希望是这样的 但是任何人所做出来的事情 都可以被人去腐怕的 初初的概念说 选严已能 个人投票会最好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制度 已经是日落黄昏了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再追求这个政治制度的话 我想大家就对现实 和对历史就没有认识 我们要重新确定 西方的富强 是基于他们首先工业化 而在工业化之后 他利用工业化这个优势 是抢夺世界的资源 抢夺世界的财富 使得他们平均来说 是这么有钱的 如果他们不是这样抢夺的话 他们的财富和其他国家 应该是大家一样一样的 尤其是如果是肯分享 大家的科学的发展 分享工业的优势的话 其实世界会平等很多 现在制造出一个世界不平等 就是因为有些人的政策 是为自己而不为别人 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政策 所产生出来的 而这些政策是生产于 所谓的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 大家要真的想清楚 到底一个政府好还是不好 衡量的标准 并非他是不是民选 而是他到底有没有为人民服务 和服务的水平如何 执行零力如何 还有到底有没有浪费 一些人民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没有保护好人民等等 要评断一个政府好不好 其实应该有很多元的指标 而民主选举肯定不是一个指标来的